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迪加尔特曼要来买食丸了 超市里有什么食丸呢? 他看了一下 迪加尔特曼选中了一个怪兽蛋 这是哪一个怪兽呢? 这里还有一个精灵宝贝球 这里面会藏着哪一只精灵宝贝呢? 刚打完怪兽肚子有点饿 来选一包食丸吧 这个托马斯的食丸软糖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又来结账了 一共多少钱呢? 就1000块钱,好便宜啊 太好了,买到了这么多 回去和其他奥特曼一起分享 迪加尔特曼回到家里 原来戴拿尔特曼还有盖尔特曼来家里做客了 哇哦,迪加,你买了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啊 这是什么? 让我来敲一下 诶,怎么不变形呢? 让我们一起动手来把它变形一下 那你们能猜到这是哪一只怪兽吗? 它的身体可以分成很多个碎片 然后又可以重新组装起来 这只怪兽 曾经打败过赛王奥特曼呢 再把怪兽的头装上 这样就变形好 这样就变形好了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只怪兽吗? 变形完奥特曼 肚子有点饿 来看一下这一包十碗软糖 好多蓝色的小软糖啊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T字母开头的软糖 那是托马斯的开头字母 然后这是托马斯的脸 这里还有一个数字1 但阿奥特曼肚子好饿啊 嗯,软糖咬起来好有嚼劲呢 该阿奥特曼也来尝一口 嗯,好好吃啊 清凉清凉的 是苏打口味的 迪加奥特曼也来尝一下吧 看来他肚子好饿啊 吃完软糖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精灵宝贝球里面 是哪一只精灵宝贝呢? 会不会是皮卡丘呢? 这是里面精灵的种类 让我们一起猜出来看一下 那你们都认识哪些精灵宝贝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糖果呢 还有一张贴纸 让我们来看一下 贴纸上面的图案好像是一只鸟形的精灵宝贝 让我们来尝一下这颗红色的糖果 是可乐口味的 再来看一下这是哪一只精灵宝贝呢 这好像是一只狐狸的精灵宝贝 让你们知道这只精灵宝贝叫什么名字吗 把它放到精灵球里面 就好像我们抓住了这只精灵宝贝一样 那今天的死亡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